當初這個業主找到我們公司的時候 我們來觀看了這邊的地形 它在傳統的建築物裡面 它是屬於比較不正常的格局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設計師好哥 那好哥在2022年的時候 在公司又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 那這個部門呢 只要是針對這個我們的毛孤屋 還有新的大樓 或者是別墅或頭天 我們在這個新的案子裡面 有做這個空間規劃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有這些需求的話 也歡迎打電話 來這邊來公司洽詢 或是加入我們影片下方 有一個公司的這個連結 你也可以在這個LineA上面 公司上面去執取 那好哥有看到的話 就會在第一個時間來回覆你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設計師豪哥 那今天我們在這個新的這個業主這邊 我們幫他剛完成一間 56年的老拓天 那他地平是19.6坪的老屋翻新 當初這個業主找到我們公司的時候 我們來觀看了這個這邊的地形 他在這個傳統的建築物裡面 他是屬於比較不正常的格局 怎麼說呢 他的入口大概只有3.6米 那他的尾部 他大概尾部我們測量起來 大概有8.9米接近 差不多要到9米這麼長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格局 那我們就詢問了一下這個屋主 他說前屋主啊 因為這一間本來是一個3.6米寬的一個透天 那他把他旁邊的這個基林地三角形的 也把他增見到滿了 所以這一間房子看起來就是他的頭很小 他的這個後面就很大 我們在台語 一般俗稱這個叫做翁阿廚 那這邊的格局 以前是一樓是一個廚房跟客廳 那二樓三樓四樓 我們當初來看的時候 二樓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浴室 大到有點誇張 而且他的浴缸還是要再採兩個樓梯上去的 我們覺得這樣的使用上非常的不合理 那三樓呢 他是一個正常的浴室 但是我們後來檢視了一遍 這一棟房子都沒有任何的陽台 那沒有陽台的話呢 第一我們的室外機沒有地方可以放 那第二我們的洗衣機也沒有地方可以放 第三呢 我們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來做我們的工作陽台 比如說洗拖把或者是這個洗抹布曬乾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跟這屋主討論以後 幫他規劃了一個 我們今天看到這樣的風貌 那這樣的風貌 基本上就符合這個業主完全的需求 我們首先先把這個客廳 還有這個廚房移到二樓 也就是豪哥現在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的一樓 因為客戶他跟老婆都各有一台車子 所以裡面可以停兩台車 那豪哥也有試停我的車進來了以後 發現確實是可以停兩台 跟我們當初規劃的是一樣的 那在二樓我們就幫他規劃了一個整層的一個客廳加餐廳 那這邊的開放式的一個餐廳 我們也在這個整體的廚具設計上面 採用的這個櫻花的這個進吸功能的這個排油煙機 可以減少這個油煙的液散 那在我們的這個我們的電視牆這邊有做一個 因為他的四面的牆壁沒有一個是水平的 他靠近這個沙發的背牆是有一點斜度的 所以我們在他的我們的電視牆這邊做了一個壁掛架 是可以把它拉斜一點 讓他這個電視跟我們的沙發是呈現平行的狀況 這樣看起來才會比較置中 還有一點是因為他這個樓梯的開口 就是進來這個客餐廳的這個門洞 剛好落在我們的這個我們設定的客廳的這個 中間偏優一點點 所以豪哥之前有拍過一個影片 就是我們設計隱藏門 那我們就把這個巧思放在他的電視牆這邊 他電視牆這邊我們就把一個隱藏門 刻意把它設計在那邊 讓他好像是一個電視牆的一個整體造型 但其實裡面有包含的隱藏門 那我們來到三樓 三樓就是這個主人的一個主臥空間 這個主臥空間 豪哥之前也講到 這裡沒有一個任何的工作陽台 這個業主希望把這個工作陽台設立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牆面開了一個 大概2米6的一個孔洞 那我們在這邊革了另外自己做了一個陽台 他把這個洗衣機乾液機還有冷氣機的位置就擺在那邊 那我們這邊也幫他幫客戶準備了一個 四件式的一個浴室 就是有浴缸淋浴還有臉盆跟馬桶 特別又幫女主人規劃了一個超大的更衣室 所以我們三樓就是一個整層的超大的一個主臥空間 那到了四樓 他們這個我們就幫他規劃兩個房間 那原本這裡四樓是一個鐵皮屋大色的 只有一個小廁所 那我們從中間把它隔開來以後 在左邊跟右邊就變成了兩個套房 這樣就符合這個業主的需求 那這裡這邊我們運用了蠻多 我們新穎的建材 比如說我們的白磚牆 還有我們的這邊在這個電視牆的造型這邊 除了用我們的這個創意玩家的這個石碩板 然後還有我們的格柵 那我們特別也在節目裡面有聊過用這個馬來漆 來做這種清水膜的效果 那目前這個房子已經交屋給客戶了 他們整體實用上非常的滿意 那我們也在這一個老屋翻秀裡面 就是怎麼樣透過跟客戶的一個深入的討論 並且來打造這個客戶他的需求 第一個我們就先幫他把這個停車位的問題 把它解決了 第二個我們就幫他解決了陽台的問題 因為沒有那個陽台可以放我們的洗衣機 我們的室內我們的那個冷氣主機 也沒有地方可以洗拖板 所以我們在這邊在二樓跟三樓 特別又增設兩個陽台 那第三個我們打造的符合這個客戶需求的 一個三個這個握桌 三個套房 讓他各自有自己的可以使用的功能 好這裡就是剛才豪哥在這個上面有講到的 就是我們的整體電視牆 我們從這邊一直延伸到那一邊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工作陽台 這裡就是我們的工作陽台 那現在有一點亂 因為客戶已經把東西都堆進來了 工作陽台這裡 我們一樣在這邊做了一個通風的設計 就是我們的三合一的通風門 坐在這裡 那如果我們再把外面的那個窗戶打開的話 讓它可以形成一個空氣的對流 那在冬天的時候就可以不用再開冷氣 讓這個空氣有一個很順暢的對流 那從這裡我們這個電視牆 一共總共用了三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實塑板 就是我們創立玩家所提供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格柵造型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馬來漆 有一點做像清水膜的效果 那這邊我們裝設了四個 有背光的這個成板燈 可以讓客戶去放一些他的植栽 放一些他的公仔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裡就是我們所設計的一個隱藏門 這樣就可以推出去了 那隱藏門的設計比較好玩的是 我們會刻意讓它擴大出去 然後透過線條的分割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門縫 我們這邊故意再做了一個假的門縫過來 讓它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切開的感覺 那他的這邊 我們是把它做相合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裡是沒有任何的縫了 所以這邊我們也這邊也做了一些巧思的設計 在這裡 來到廚房的設計 因為我們的這個主人 他們比較不常開火 所以我們在這邊配置了IH乳 及這個進溪式的這個抽油煙機 那剛才豪哥有講過 因為我們現在設計的是一個開放式的一個廚房 所以我們選擇這一台是第一 它離我們這個爐心比較近 它的油煙 不用上升到在70公分的時候 它在30公分的時候 就可以被開始往內吸 然後把它吸去 那這邊我們採用放掉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牆面 也是做馬來七的造型 那這個牆面 如果到時候有油溫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微用清水的磨布 因為馬來七它的特性就是可以用清水來擦拭 那這邊這邊就沒辦法 因為這裡我們有一個 怕這個水會破進去 然後從我們這邊的縫流進去 雖然說我們都有打吸力康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老屋 它原本的這個牆面 我們並沒有把它拋掉 重新來粉光 所以這個牆壁有一點歪曲 所以我們這個圖具是垂直的貼上去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有一個大小不易的縫 我們只好靠這個玻璃 我們這次在這個防鍵板上面 是採用黑色的鏡子 那採用黑色鏡子 它有一個高反光的反射 也是一個很棒的設計在裡面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這個反射的鏡子不能切過來 這個抽油原機這邊 因為黑的鏡子沒辦法那麼的耐熱 如果你要做整體設計的話 還是會建議用我們的烤漆玻璃 那在圖具的配色上面 我們下面採用的是這個木紋 這個大型的這個三紋的設計 然後在上面 我們採用的是這個 類似消光的材質 讓它整體做一個跳色 那中間的銜接色 在這個人造石檯面上 我們就選用了淺灰色 所以我們的整體造型 就是從木紋到淺灰 到這個深色的這個 消光的這個門片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這裡的水槽 我們用了這個花崗岩 黑色的花崗岩 來做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廚具的配置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我們這個三樓的主臥 那當初這個三樓主臥 只有在那邊配置了一個廁所 然後它就是一個超大的空間 那因為我們要三樓 我們要配置我們二樓 還有我們這個三樓跟四樓的冷氣 主機的放置位置 然後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這邊 我們就在那個牆壁那邊 開了一個孔 開了一個孔 然後把這個陽台 這邊我們再做清氣一道牆 然後做一個落地窗的表現 那落地窗 因為我們非常貼近那個 隔壁後面鄰居的窗戶 所以我們在落地窗的這個玻璃 我們選用了這個平條玻璃 那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有一個超大的一個空間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的工作陽台洗塞區 那主人這邊他就買了一台乾衣機 烘衣機 以及我們放射我們冷氣主機的地方 那再來我們這裡多設計了一個 我們的這個鋁折門 就是我們進到我們更衣室裡面的一個門 那我們這裡是用採用這個黑光做分割線 再加上我們的黑玻璃下去 做成我們的這個 跟我們主臥 跟我們的這個更衣室的一個隔間的一個 一個進出門 那到這裡呢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我們這裡的 你們看到我們這裡的角度非常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這個這個房間 它是一個斜角 這間建築物它就是一個斜角 所以這邊貼著這邊的牆 這邊貼著正牆 所以我們產生了一個斜的 但是我們透過這樣的設計 這邊浴的寬度夠足夠的話 其實設計是一個可以海納收納 收納這個主人家裡的衣物的 再來就是我們這裡原本的 為廁所的配置 原本只有 我記得只有這麼一小間 所以我們把那一面牆把它拆掉以後 往那邊退 所以我們就做成了四件事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浴缸 還有我們的淋浴龍頭 臉盆跟我們的馬桶 這就是我們在主鍋上面 做的這個隔間的配置 OK好 那豪哥今天的老屋翻修的 這個分享 就分享到這邊 那我們下禮拜 是我們的農曆新年 那我們下禮拜 就是我們會停刊一次 然後豪哥在這邊跟大家 預拜個早年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喜樂平安 我們下下禮拜見 拜拜 在這個群播 Spy sangre 我們下週 Será 還有我們的下週 你說這邊 帶我們 beer 那個田頭 Wohnung